这几项分开去练 不要说我下圆球老是怎么发也不转 你板立着错误的 然后你摩擦不住 或者是你这个砍的时候太慢 你如果砍太慢的话 这球是发不出来下圆的 你们一定要加速 这下有个你看 这个前臂身体下来以后 身体下来 然后去加速砍一下 你看加速停 大家能看到吗 加速停 如果没有这个制动的话 那你就直接砍出去 首先是个长球 发不短 第二是 你砍的稳定性也没有 你发的再转 上下被人一板暴冲 没了 所以说你们必须要制动停住 你看看我 制动停住 制动停住 停住 就是停住 太稳了 对 这样的话 你们又转又稳 对吧 你们有好多球 有一定基础 他们想 我想发转的短的 对吧 你按我这方式去发 你们肯定能练长短 对 底部 你怎么 你看你怎么发这么平 就是怎么发的 就是这么平 然后还特别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发的 就是特别平 还是很稳 是因为靠身体了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就是还有一个重要点 就是拿身体 拿身体去压 拿身体去 你如果中心起来 你像大家发 中心起来 你在这个点太高了 你是发不稳定的 你只有身体下来以后 然后你看这个 基球这个部位 基球这个部位 一定要是比这个网子 稍微高一点 它才能过去 如果比这个网子低 大家想一下 如果比这个网子低 你是发不过去网上的 你发不过去网上的 对对对 你们那砍的时候 这个基球点 一定要比这个网子 稍微高一点就行了 高一点 它就有这个弧线 对吧 有这个弧线 第一条第二条 它能过去 如果比这个网子低 你想想 肯定下网 对吧 按这个原理 你看它肯定下网 它往下砍 它肯定下网 对吧 所以你们借着球的时候 一定要比这个网子 稍微高一点就好了 高一点去砍它 它就不带下网 对 你看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因为你 你为什么 为什么转 是因为我这个球 吃住了 吃住球了 有好多球 也是跟拉球一样 动作 这手腕用这么大 用这么大 说教练 我那个手腕用的老好了 其实 你看 碰球的时候 它没有真正的 吃住这个下 大家看一下 我这 吃住这下 是啥样 吃住这下 看啊 我这个 吃住 它是往回的 大家能看到吗 我如果说 拿手腕 没有真正吃住 它是直接往前的 你 所以说 这个手腕 这个体会也很重要 这时候该讲 这个手腕了 我就觉得 我手腕用了 用了 就对 你用大了 它也不对 你想想 你用大了 它还会有制动吗 你用大了 它不会有制动 对吧 你什么样有制动 你看大家看一下 这么看清楚点 对 你看我手腕 这么停 停 这个叫制动 大家能看到吧 你看 这一下就行了 你看 这一下 就行了 就不要说 大家说 我发球 我手腕动得老好了 动老大了 就是发不转 你从这儿动到这儿 你看 你从这儿动到这儿 都是软的 没有真正的去吃住球 没有真正吃住球 所以说 所以说你们发不转 老师 说我从这儿开始 我动到这儿了 对 对 没摩擦住 对 什么关键 什么是关键点 就是什么 你看 我动 我动一点 你看大家看 我这标准的是啥 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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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一下 我已经吃住球 呲 有这种声音 就叫吃住球了 如果说你动这么大 喷 喷 全软的 那你这个发球 你很难练转 太好了 这是发球的细节 对 这个发球 acho 我这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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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